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约翰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千年亡八万年归 乍一听这话呢 大家觉得可能有一点像骂人的话 但是呢 也不能先入为主 我们来慢慢地分析这句话 千年亡八万年归 一个千年 一个万年 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长寿 但是老一辈的人呢 并没有把这个核心思想放在长寿上 而是借用这个事实来识人 还挺有意思的哈 就是说啊 活得比较久的人 他的生活经历和阅历呢 都很丰富 做起事情来呢 也会考虑很多 但是呢 这句话呢 也不全是在赞扬 还带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就是说啊 这些人成熟归成熟 同时呢 心机和城府也比较重 它不适合身交 那这呢 只是其中的一点 这个下半句啊 其实更具有哲理性 下半句呢 就是 就是百年的兔子无人追 说起兔子呢 在我们大家伙的心里啊 都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 但是呢 大家也不能忽视一个成语 叫做 狡兔三窟 这一点呢 也体现了兔子狡猾的特点 兔子之所以能够躲避猎人和天敌的追击 就是他善于伪装自己 给自己的洞啊 设置了三个出口 给自己更大的可能性去逃出去 才有了百年的兔子这句话 那用在识人方面 就是一个人的心眼太多 过于精算 那这样的人呢 也是不适合身交的 那我们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也就是在提醒马上要进入职场的毕业生们 还有已经在社会上打拼很多年的朋友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那这是做人的底线 也是做人的原则 不知道大家听了约翰的解释之外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 再见